新华社突尼斯2月17日电,记者黄灵阿尔吉尔消息,阿尔吉利亚国防部17日发布声明说, 阿军对反恐怖门,16日在首都阿尔吉尔逮捕一名恐怖分子。 这是近十年来阿凡恐怖门首次在首都抓获恐怖分子。 声明说,这名恐怖分子,已被阿凡恐怖门通缉数年。 但声明没有透露嫌疑人被捕具体地点及其他信息。 阿尔吉利亚近年来对恐怖活动,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主要城市治安情况良好。 但仍有部分宣布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在阿北部山区活动。 阿尔吉利亚将于4月18日,举行总统选举。 阿安全部门此前强调, 不排除恐怖分子,在选举前进行破坏活动。 阿安全机关和反恐怖门,将对全国主要城区加大安保力度。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 28日表示,美国与塔利班组织进行的和平谈判令人鼓舞。 台湾中央社,台湾中央社1月29日报道。 在帕特里克沙纳汉发表谈话前,美国特使扎勒米哈利勒扎德Zaniklizot,称,美国和塔利班以草拟协议架构,可谓与阿富汗政府的会谈铺路。 帕特里克沙纳汉,在等候迎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John Stoltenberg,时告诉记者,我要说出此刻的真实情况。 那就是,令人鼓舞。 美国官员已表示,特朗普总统有意将驻扎阿富汗的14000名美军,撤出大约半数。 帕特里克沙纳汉,并未透露,美军可能撤退的细节。 但他在响应记者提问时指出,他并未接到为全数撤军域做准备的任务。 由导弹驱逐舰和肥舰,导弹护卫舰运程舰,两栖船物登陆舰长白山舰,和综合补给舰红湖舰组成的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1月16日启航。 此次参加远海联合训练的四艘舰艇,均为海军新型主战舰艇。 期间,他们将在海上开展实战化条件下,联合兵力运用,反恐反海盗,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与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多军容深度融合,连演连训。 既是此次远海联合训练的亮点,也是较远和研究的重点。 编队领导介绍,编队将按照随时准备打仗,随时能打胜仗要求,瞄准未来信息化海战重难点问题,坚持实战实训,连战连训,深入探索打赢现代海上战争联合作战能力形成的方法路径。 进一步检验主战舰艇远海作战方案和战法训法,提升部队远海联合作战能力。 此次远海训练是战区海军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周启卿,周衍成,新华社科威特城,1月7日电,记者聂云鹏王威,萨纳消息,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斯7日离开也门。 胡塞武装表示,格里菲斯在也门逗留期间,与胡塞武装讨论了和台达停火等事宜。 当天,格里菲斯从萨纳机场乘飞机离开也门。 胡塞武装通过也门萨巴通讯社表示,格里菲斯与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和该武装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里胡塞等人,举行了密集会晤。 就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在落实已经达成的停火等协议方面遭遇的障碍和违规行为进行了磋商。 胡塞武装表示,双方还就举行新一轮也门和谈,开放萨纳机场,以及人道主义问题等进行了磋商。 穆罕默德·阿里胡塞6日会见格里菲斯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双方目前尚未确定新一轮和谈的时间和地点。 他还表示,胡塞武装要求重新开放萨纳机场,并解除对该武装控制地区的封锁。 格里菲斯办公室,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格里菲斯5日,抵达也门首都萨纳。 据悉,他还将赴沙特阿拉伯首都,利亚德,会见也门总统哈迪。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近日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和台达停火协议。 5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和台达市南部地区爆发了激烈冲突。 联合国主持的新一轮也门和谈于去年12月1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结束。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在涉及停火、战俘交换,和台达控制权等重要议题上达成一致。 随后,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支持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达成的协议。 决议敦促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落实协议,授权联合国秘书长组建,并派遣一支先遣队,促成并监督双方立即落实协议。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周六,26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昨晚,我要求并接受了麦嘉莲辞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的职务。 声明说,麦嘉莲过去近20年,为加拿大人卓越服务。 他在内阁担任多项职位,包括国防部长、退伍军人事务部长,以及最近的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长。 他在任移民部长时,接收了39500多名叙利亚难民,激励了加拿大人,为世界做出了榜样。 我感谢他和他的家人多年来的服务。 麦嘉莲周五曾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对华为高管的引渡要求,对加拿大而言,就太好了。 这一言论被多家媒体报道。 中国环球时报评论称,大使的言论太诚实,麦嘉莲自本周就怀为孟晚舟事件,接受加拿大本地中文媒体的采访时。 列举出他认为,可以帮助孟晚舟反驳引渡的几条论据。 并称,孟晚舟能够在法庭上对美国的引渡要求给出很有力的反驳。 不过,大使也指出,他提供的只是个人看法。 但无力去决定什么? 他还诚恳地表示,他其实不希望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发展成这样, 并希望中国和美国能尽快达成协议。 好让美国放弃引渡这位华为高管。 不再让加拿大卡在中间难堪。 但是这一言论,立即遭到加拿大国内的声讨, 指大使是政治干涉司法。 加拿大联邦反对党领谢尔安罗瑟, 要求总理杜鲁多解除麦嘉莲的职务。 叙利亚人民保护部队首领24日说, 这支库尔德族武装几天后,将与政府直接对话。 商议续东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的未来。 俄罗斯牵线,人民保护部队最高指挥关西潘和墨, 告诉路透社记者, 库尔德武装多次尝试与政府直接对话。 对方回应积极,要望几天后正式开谈。 对话由俄罗斯牵线。 和墨说, 库尔德武装代表在俄方斡旋下, 向政府转交一份路线图。 内容关乎库尔德人自治。 他没有说续政府对路线图的反应。 续政府先前反对库尔德人, 在叙利亚北部建立自治联邦区, 叙利亚2011年爆发内战。 库尔德人自行设立自治机构。 没有得到政府承认。 德旭首都大马士革。 向俄方和旭方提议一份秘密协议。 根据协议, 库尔德武装将把他控制的边境地段交还政府军。 换取政府支持库尔德人自治。 和墨24日接受采访时, 没有提及这份秘密协议。 路透社报道, 库尔德武装与旭政府去年夏天有过谈判。 但无果而终。 自那以后, 双方再没直接对话。 反对安全区, 美国去年12月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引发库尔德武装, 对土耳其越境打击的担忧。 土耳其军队去年3月, 占领续西北部阿勒坡省阿夫林市, 多次扬言东扩战线。 亲角库尔德武装,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去年12月宣布, 将在几天内, 对库尔德武装扎起进攻。 美国宣布撤军后, 他改口推迟行动, 和墨批评美国撤军决定太过仓促 且有执行难度。 短期内执行撤军决定在实际操作层面上, 几乎不可能, 美国在叙利亚驻扎大约2000民军人, 大部分在库尔德武装控制区。 库尔德武装是美国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最依赖的地面武装。 和墨说, 库尔德武装正在去东部清剿伊斯兰国残余势力, 伊斯兰国正走向灭亡。 但他们还有很多潜伏小组。 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谭吉土耳其想在续境内设立安全区, 和墨强烈反对。 他说, 库尔德武装不排斥在续北部设安全区。